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院询问开庭日期无果 被拘押28小时 后来一直被软禁在家 我们下面来连线采访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乔玲女士 请她谈一谈当天李儿民女士送医后又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她这个病就散了 从7点半开始一直到9点半 因为对方一直说给她喝点热水吧 还要继续跟她谈话 其实就是让她回家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她这个病越来越重 后来9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打了120 那本来说派出所说是找个民警陪着去 后来所有的人咱们都不见了 到最后都不见了 然后所长出来她就说她随后去 那我们因为要急着救治 所以说我们就去天津医院 然后急诊科 然后给刘二宁女士挂急诊来看病 她后来诊断是胃经丸 在医院救治完之后 回到宾馆就没有事情了 记者刘二宁女士 她在这个寻找丈夫载负通知书的这一年里面 遭到警察的很多的这个不公平对待 特别是暴力殴打 所以说她一个人去法院来确认这件事情 她是非常恐惧的 那我们作为跟她一个案子的家属 我们是陪着她去的 她的杰二宁的案子在8月2号已经判了 是判三缓四是吗 但是现在按照原则上判三缓 她应该已经回到家了 但是到现在她没有到家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刘二宁女士跟我在那个7月31号就被官方这种非法拒禁了 但是 先是在排除所待了28小时 现在在家里门口家门口 就我的门口 我一开门就堵着人 是出不去的 我们在8月1号凌晨被送到各自的驻地的这种排除所 然后关了一天 然后呢 也是晚上他们帮我们送回家 帮我们送回家 然后在家里面不允许出门 好的 那么对翟炎明先生他这个判决 你们的预期是会怎么样 这个判决跟你们预期相符吗 是重了还是轻了 判三缓四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 您知道吗 缓刑 对 缓刑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 他还不如判三年 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 因为在中国 这样的一个司法的状态之下 判三缓四相当于七年了 那四年的缓刑在家里可以工作吗 他不是可不可以工作的问题 缓刑 到现在你说按照程序 他应该回到家里跟家人团聚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的妻子还没有见到他 那缓刑 如果缓这四年 有任何让官方觉得你是跟他们不配合的 他随时都可以威胁你 把你收监 其实这四年是过得很煎熬的 相当于没有在监狱的服刑 你能明白吗 OK 那么这四年如果表现好的话 是不是后面的三年就不用坐牢了 这四年怎么叫做表现好呢 这是没有标准的 你能明白 就是说在中国 如果说今天他说好 你不说话 这是标准 OK 你不讲话 但是如果说你起来揭发谁 这是标准 你怎么办呢 起来诬陷谁 这是标准 你怎么办呢 这是很没有标准的一个标准 在这四年里是任何时候 任何的一个机会 一个小的东西 都能成为他们把你再次收监的这么一个借口 除非你这个人是彻彻底底 成为一个行事走肉 他就不会再管你了 但是你只要但凡有自己的思想 想发生 这是很难的 很难熬的 那么对李和平律师 你们的预期会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 我们的预期是没有 你会有很多信息 从信息来预期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的信息 跟你的信息来源一样的 就是说 你们从哪里得知信息 我们也从哪里得知信息 官方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沟通的渠道 不跟我们沟通 我们没有收到开评通知书 也没有收到 因为我们家所聘请的律师也被官方完全给屏蔽在这个程序之外 那官方请的律师 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律师是谁 他也不告诉我们 也不知道律师是谁 对于你们就也完全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 也完全估测不出来 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 那我想观众朋友很感兴趣的是 就是李和平律师从什么时候开始介入维权 什么时候变成死磕派律师 我先生办的第一个人权的案子是 应该是2003年那个时候的 有一个叫做新青年学会的案子 这个案子就是四个知识分子 然后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民主宪定的走向 那当这四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成立一个读书会 然后这个读书会就被国安 然后中国的国安组织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 那后来这四个人当中 这个读书会当中有一个人叫李宇宙吧 他指控着 他是证人 他就是说协助官方做了证 然后说这四个人要颠覆国家政权 那最后这个李宇宙又跑到泰国 又说他是被逼着做伪证 那他现在在泰国的监狱关了 那当时这四个新青年学会的这四个知识分子 后来判了八年 判了十年这样坐牢出来之后 那个李宇宙因为要去美国避难 美国要求这四个知识分子来 有一个原谅他的一个原谅书就可以接受李宇宙 但这四个人有人原谅有人不原谅 我只能说那是我先生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在这当中 他是说那是一个刑事案子 因为天后国家政权是一个刑事案子 但是我先生说 这刑事案子的思路拿到政治案子上是完全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按照程序来 完全不按照程序来 所以说这是他的第一个案子 在他第一个案子当中他就我先生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感触说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就是说把公正公平放到一边呢 我们就是想怎么样就把人怎么样了 这是我先生在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他的感受 那接触这些在这个案子过程当中 我们家庭其实是遭受很大的压力 有警察像我现在这样24小时守在门口啊 他自己被抓过去那个被绑架走毒打呀 这都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包括我们自己家庭搬家找不到房子 因为没有人敢把房子租给我们 我们找到一个房东 警方就去秘密警察就去告诉他不能租给我们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这十几年来 这些状况就是说外部的这个给我们的压力 是有时候会松一点 有时候会非常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说我现在怎么样走向死磕派的 我觉得这不能不能把它叫做死磕派 对不对 我只能说你只能说这个先生 这个律师他在这个做律师的过程当中 他怎样很艰难的保持他的良知存在 人的良知存在人才能坚持 人的良知不在人坚持不了 这没有说是他走向死磕派 有的人就走向死磕派 不是这回事 我是这么看 OK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动摇过 或者你先生有没有后悔过 因为中国有二三十万的律师 他可否像其他律师一样 转行做名商啊 做一些普通的案件 是这样先生 我先生本来就是一个做名商的律师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律师 他本来就是他不用转 你能明白吗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开始接触这种证的案子 是因为别人没有板量去接 但是他看到这些家属们 真的是很艰难的时候 他接了这个案子 开始做这些案子 你说他有没有压力 我跟你讲 世人都会有压力 你被绑架走 你觉得有没有压力 我前两天就被绑架走了 没有人知道我被警察 落到警察手里了 世人都有压力 世人在当中 我可不可以 就是说以后我不接触的案子 我觉得世人都会想 没有说人今天 就是一根筋 那个神经是麻木的 对这种没有敏感 人不是这样的 人今天在危险当中 人一定会要有一个 自己保护的一个恐惧 这是人 这是人 我现在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你说他为什么 为了理想 你讲不是理想 你能明白 我有时候对你们外界采访 我是这样讲 你们不必打人还那么高 因为人没那么高 就像我今天一样 我被关在家门里面 我出不去了 我能做什么 但是我今天能出去 路边就有一个人 他被人打了 你说我要不要报警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想 他是什么好大的理想 他怎么样 我觉得是人 能存良知 能在这个良知的里面 挣扎 挣扎到最后 我还是打电话报警 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的良知还在 没什么特高大的东西 好的 那我多问一句 你说到上帝的恩典 了解了解律师 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们二位都是基督徒吗 我们俩是 我们是基督徒 好多人权律师不是基督徒 他也良知在的 跟基督徒没有关系 跟基督徒没有关系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中国官方 共情团 微博 还有什么最高检 发了一个视频 说死磕派律师有十大守则 都是用炒作 网上炒作 现实中集合 什么闲杂人等 在法院门口围观 这些现象 您是怎么看 我只能说 中国的官方 运用举国之心力 来炒作 一件事 就是告诉大家 这些律师们很糟糕 对不对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那么还有官方还说 他们包括可能 李和平律师在内 他们到境外接受培训 接受境外的资金 是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律师只不过是一个幌子 对这个观点 您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这样 如果官方有足够的资金 他就把这些机构 全部公开 就好了 你能明白吗 如果他有足够的资金 他就让这些全部的 他所认为掌握的政绩 他全部公开 让我们家属聘的律师去月券 就好了 去会见就好了 为什么从一开始到现在一年 不让我们的律师月券 不让我们律师会见 不让我们律师通信 到最后公开审判 确实连家属都要控制在家里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讲过 官方说 就是 维权律师一般都渲染 不让见律师说 见律师多么困难 那依你们的实际经验来看 官方是让你们的律师 见代理人了还是没有 如果这一年来 你一直关注我们家属 所发出来的消息 我觉得这种话 你就不会问出来 因为我刚看了 那个共青团发的那个视频 对 那您如果接受共青团 如果接受央视 如果接受中国所有官方媒体 透露的消息 那您今天到我这里去去求证 对不对 如果官方说的 就像您说的 您看了共青团 那如果共青团 那是您接受的 您就必须直接照到那个去理解 这我们已经不断的坚持 不断的控告 包括我们到最高点控告 包括我们到最高点控告 包括全世界很多的媒体 都在这个当中发表过 我们在这个家属 在当中的声明 和我们自己的事实的反应 连线采访到此 由于技术原因中断 博文社将继续关注 709律师及家属们维权的历程 和中国法治化的漫漫长路